哈囉同學 歡迎收看 ASEP凱顏 數學 我差點想要講凱顏顏延伸 很奇怪 來 47 題 以知 n 為正整數 那滿足 5 的 300 小於 n 的 200 小於 5 3 的 500 次方的 n 有多少個 哇 這個題目通常看到你會嫩住 但嫩完之後呢 你總要開始做吧 你有發現 300 200 500 都是 100 的倍數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把 5 的 300 次方 修整一下 它叫做 5 的 3 乘 100 把 3 往下拉 變成 5 的 3 次方 括號 100 所以會變成 125 的 100 次方 對不對 好 那 n 的 200 我也要修整喔 因為它是 n 的 2 乘 100 所以等於 n 的 2 次方 括號的 100 所以會叫做 n 的 啊 那就是這樣子了 啊 那就是這樣子了 5 後再乘進去啊 有沒有老是 n 的 200 哇哩咧 啊不就回到原來的位置了 這是 3 的 500 所以它就是 3 的 5 乘 1 個 100 所以就是 3 的 5 次方 括號 100 3 的 5 次方 3 3 9 8 1 2 4 3 好 我三個人喔 全部都把它整理完畢 然後我們再把它全部帶進去一次 可是帶進去一次你會發現 哎 老師它都是 100 次方啦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寫這樣子就好了 1 2 5 125 其實只要小於 n 的什麼 平方 再小於什麼 是不是 243 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 那誰的平方會借在這兩個人之間 n 就可以等於 11 是 1 2 1 12 是 1 4 4 13 是 1 6 9 14 是 1 9 6 15 是 2 2 5 16 是 2 5 6 所以 n 有幾個 4個 OK 整理一下 這一題其實你一定看得懂 並沒有那麼複雜